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那么今天7月1日呢 果然是出大大大大的事情 那么首先先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天我要穿着这个黑色的衣服呢 来录制今天的节目呢 因为今天是这个医生抗议 医生罢工的这个开始 那么我们叫做黑色代码英通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黑色代码英通 上的前一期节目呢 我们专门讲这个黑色代码呢 可能大家还没有什么留意到 那么Code Black就代表是很危险 可能是一间传承的 那个医院要爆炸了 医院的人全部要逃出来的 我们才用Code Black 因为马来西亚的医疗体系呢 就会崩位 就会暴大 那么这个当然是讲比较长远的这个事情 所以现在呢 由马来西亚这个MMA呢 大马医药学会呢 发起的7月1号开始Code Black 就是这个我们要支持我们的这个合约医生 因为这个合约医生呢 他们很惨的 他们呢 他们不能够成为专科医生 因为这个政策跟制度的关系 他们只能够前往外国发展 就是大马的医生呢 拱手把他送到那个外国去 因为他们不能够在马来西亚继续去读那个专科医生的 因为他们不是正式的医生 他们是contract的医生 2万多个contract医生呢 最后政府只录取了700多个 非常的惨 剩下1万 剩下的19多千呢 他们只能够在外国做医生 不能够在马来西亚回不来了 他们不能够成为专科医生 所以呢 这个大马医药学会会发动这个Black Monday 就是下个星期一 这是二号的星期DRT 所有的医生呢 他们就不再穿白衣 纯博医生会穿K1 就是我们穿K1的这个运动 所以这个节目 今天的节目 我也照样的穿K1 以表示呢 我对这个大马医生的这个支持 那么你可以做的就是什么 你可以把你的头像呢 换成这个codeblack.my的 而且你说信你把你整个放黑白 就代表你给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医护人员呢 给马来西亚的医疗能量呢 一个重大重大的支持 那么请大家把这个消息呢 多多的这个传出去 因为一定会有效的 这位医生罢工呢 他只会导致这个这个 所以政府是很怕的 所以每一个组织 每一个团体 大家赶赶出脚 你们在这段时间呢 你们遭遇这个后门政府的政策呢 有任何任何的这个不满呢 记得 based on 宪法跟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呢 做正确的那个申诉 结果有没有效果呢 我刚才就看见了这个财政部长来了 一口气给了8亿 8亿元 所以现在是早期我们现在得到的这个消息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很多很多团体呢 不敢出来去抗议 不敢出来做什么行动 你看这个这个医生一开始讲 我们创提医之后呢 现在马上8亿元 等着发出来给所有的医护人员去安抚 但是解决不了问题啦 因为最大最大最大的关键人物呢 他烙塞了 所以他腹泻了 他不能够来处理的 因为要处理掉医生的问题呢 国会必须开 我个人觉得内阁还处理不了这个问题 他必须开国会 国会去改掉这条法律 之后呢 这个合约医生的问题才能够被解决 所以呢 他烙塞了 他躲起来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当然还是要讲回今天的这个大新闻 今天的大事 那么就是EMCO 诶 为什么那个MCO又回来了 啊 没有办法啦 变来变去啦 习惯啦 变来变去 他跟你讲没有MCO呢 他就变成EMCO出来 是这个雪龙地区呢 终于EMCO了 好 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 好了 下定决心了 我们的国防部长呢 涵累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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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去看他的 FB去看一下 他好像是一边酷一边下这个决心的 因为呢 这个雪龙不行了 不行了 你自己看吧 去年的7月1号呢 全国新增病例只有only one 而且是境外输入病例 那么今年的7月1号呢 今天也就是今天呢 6988 哇 这个一年之后 大马的防疫大开倒车 假如是2020年的7月1号 那时候我们敢跟人家讲一年后 新增病例会去到6988 我看啊 给人家哨啊 给人家网络霸凌啊 给人家骂啊 有时候 你看我们先讲人生节目 那天我们讲医生罢工 没有人来得了胡说八道 哇 这个人啊 真的是一个没有良心的人啊 我们医生做工作这么辛苦 他讲我们乱乱来啊 OK 我们不讲那些人 好 你看 去年的 去年的时候是one 这个 这个 这个一粒呢 它是那个境外输入一粒 所以本土感染等于0 去年7月1号 没有感染 没有感染 一年之后的7月1号 竟然变成6988 各位观众朋友 2022年的7月1号 难道它变成22千啊 还是33千 还是44千吗 这个东西不是不可能会发生 它有可能会发生啊 所以你看一年之后 哇 从一变成6988 所以讲说 再过一年呢 会从6988变成223333 哇 这个大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大马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啊 这个整个这个 这个后门政府 他们就是失能 完全失去那个能力了 一年前呢 零呢 零就是一中境外输入了 今年呢 一年之后呢 变成6988 哇 这个事情呢 真的是令人非常非常震惊 令人感觉到 非常非常的无法想象 好 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 这个EMCO 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就是 睡惯了 变来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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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因为之前有那个传言呢 7月1号会实行这个宵禁 进行这个Campio OK 啊 因为这个消息来源 有点奇怪 是我就不方便讲 等下讲 再来就又来讲 我 不说八道 结果真的是 结果这个消息是准的 因为我一直觉得 是不是因为我们这个 黑色代码的运动 还是人民挂百旗的运动 它一黑一白 所以他要来进行那个宵禁 但是结果不是 实际上是刺他要去实行这个EMCO 好 那么就是你看 8点后呢 不能够出门了 48个地区 不是全部啊 不是全部 等下后面我们会讲 是哪里哪里 不是全部雪龙地区 48个地区呢 落实EMCO OK 那天刚刚 刚刚 6点到10点 看来 真的是变来变去 变到是再快 我跟你讲 大马每天做出来的疫苗呢 这些变种病毒呢 都 变种病毒 遇到大马疫苗 立刻无效啊 立刻变不到啊 你看大马的这个变种 变脸数真的是很厉害啊 那天刚刚6点到10点 今天又恢复到 8点到8点了 厉害吗 快吗 但是这个记得是 EMCO 地区雪龙这里啊 不是存活啊 好了 变成一个人了 现在出门整个一个人 车上有两个人 除非你去打疫苗 其他的理由呢 只能够一个人出门 如果在EMCO的地区 所有通道关闭8点之后 禁止出门 所以他实施这个下午禁了 就是这个卡路了 所以呢 那天我们听到这个 实际上是来自律师公会 传出来的那个消息了 到最后他是正确的 当然 幸好他不是实施在整个 雪龙里面 所以再讲清楚日期 所以是3号开始 明天8点还可以出门 今天8点还可以出门 3号之后 卡标了 不可以出门了 一直到7月16号 然后呢 估计他还是会延长 改成EMCO 这里跟大家提醒 现在挂摆期 不要乱乱话 挂摆期把5万块啊 他看到你挂摆期 他直接来沙漫里5万块啊 等下我们会讲 所以仅限一人出外采购 8点之后不可以外出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当然呢 因为有网民这样子讲嘛 假如把Selango开除掉 这个马来西亚早就少过4000 他的国家复苏计划DTN 早就进入第二阶段了 假如马来西亚没有Selango 这个州呢 加基隆坡身边割出去了 他这两个没有的话 现在一天2000多 3000多 绝对少过4000 所以这个玩笑呢 开了之后呢 他是开玩笑 没有想到呢 后门政府认真认真去做 还好他不是把这个Selango跟KL 赶走啦 不是赶走 叫他们脱离大马 独立 其实Selango跟KL 实际上可以自己独立 做一个国家更好了 哎呦 好 所以他实施了EMCO 8点晚上 不可以再出门 出门只得一个人出门 所以以上呢 这里是雪州被实施EMCO的地区 注意要有解释网 然后他因为是戒缘 是孝敬 8点之后不可以出门 任何理由 除了医疗理由之外呢 他一概不能够出门 OK 所以每一个线呢 都有它 特定的地区 大家可以自己看 你可以 stoppost 可以自己看 那么这里是吉隆坡的EMCO 所以不是整个吉隆坡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里被 匡列的地区呢 才实施 这个不能够出门 所以在吉隆坡是这样子的 有些地方 到晚上10点你还可以打包 有些地方呢 到8点就不可以再打包了 所以现在很乱 一个吉隆坡呢 就两个政策了 这个 这个 一个地区是ETM 然后另外一个地区是EMCO 所以非常非常的混乱 但是大家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等下一个地方呢 因为EMCO是孝敬 一个地方呢 是8点不可以晚上出门的 晚上出门8点呢 当然大马不是那些外国家 一枪开过去了 所以大马的一枪呢 你一辈子还不起 发1万块 发5万块 而人家人命都要数百起了 这一枪比那个子弹更严重 OK 这张萨曼也永远严重过他给你一粒子弹 OK 所以大家要小心 你到底是8点可以出门 还是 还是10点不可以出门呢 你要搞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的 那把萨曼和KL赶走呢 那个讲法的确是对的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呢 大马的疫情永远都会好 因为很不公平的 因为其他的州呢 我们看见了一个趋势 就是它在下降了 所以你们应该要开放他们简头法 做其他的工作啊 而不是这样子一直封 但是如果是沙兰沃和KL的一些地区 特别是沙兰沃的完蛋 接下来的14天 什么都不用做了 OK 基本上是完蛋了 百起不可以过完 现在不信我给你们看一下 目前这件事情发生在关丹 有几户居民呢 他犯了百起呢 啊 那个就来警告 再挂百起罚5万 OK 各位观众朋友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留给你们评论吧 你们就好好评论一下 人家都没有饭吃了 一粒米都没有了 一包麵面都没有了 人家挂百起 对我们看见嘛 我们前一期就没有讲嘛 挂一下真的有很多人送食物给你 有鸡蛋吃啦 有麵面吃啦 没有工作做的 可能会有工作做啦 现在你再放 打5万块 当然他这个只是一个特定地区啊 这个事情也刚刚发生罢了 他会引起什么的那个后果呢 这样子我们还不知道 整体来讲呢 后门政府呢 你看今天把所有的医生 这些合约医生 年轻医生的闭上绝路 把他们赶到外国去做工 又没有办法 在大马里不能够补装科医生吗 不能够吗 啊 然后呢 再下来就是你看 去年的7月1号呢 是万 实际上是居肉 因为没有本土感染 今天呢是6988 然后再来呢 人民呢 没有饭吃呢 挂白旗呢 又不可以 要来罚5万块哦 你要交一个零 一粒米啊 一滴油都没有的人 罚5万块 那你去罚一下看 你罚得到这个钱吗 那天底下最大的那个荒唐 最荒唐的那个消化 所以可见这个后门政府呢 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去 带领马来西亚这个整个国家 去战胜这个疫情了 所以呢 我觉得今天讲到这里呢 今天已经是7月1号了 我们的疫情已经呢 460多天了 大家也苦了460多天 抗疫是抗疫 防疫是防疫很重要 因为随时人家感染病毒会死掉 但是不是拿来搞到变成 1929年的那个经济大萧条 不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吗 防疫是防疫 不要把防疫反倒变成 1929年的那个世界经济大口环 现在大马呢 快要走向哪一步了 大马立国以来呢 虽然经历1997年的金融风暴 2097年的什么风暴 1969年的事件啊 还有之前的独立的时候 那个马共的那些事件啊 大马从来没有沦落到 人民要挖白旗 人民没有放肆 这是大马有史以来 第一次7月1号 我们看见这么多人挖白旗 那么这个是大马呢 这个本土 以前英国管的时候 大马从来没有这样子的嘛 然后来日本 日本管的时候 有啦 那时我的婆婆他们讲说 没有半次吃木树 OK 所以是不是要变回以前 日本的那个时代咯 所以真的是一场巨大巨大的灾难 那么谁可以救我们呢 谁可以把这个后门政府给还掉呢 暂时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能够耐心的祷告 希望呢 这场马来西亚的 这个希望不要是三年零八个月啊 那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统治大马的日期呢 是三年零八个月 对不起后门政府的任期呢 正好是三年零八个月 只要他们无论如何 他们都不要下台的话呢 刚好是三年零八个月 所以就第二个三年零八个月 三年零八个月 二点零 人民会混到 第一次三年零八个月 日本占领大马 这么惨 没有半次的那个地步 时间到了 8月 国会自动解散 才能够展开大损 我们希望不会这样子 我们希望呢 最高人手呢 能够做出一个 跟所有的马来统治者呢 加上所有的人民呢 我们要站起来 我们不要把它变成 第二个三年零八个月 好 今天刚才说到这里 有新的消息呢 再给大家更新 我们下回再见